今天要先把这个 index点下去 你就按照这个顺序 12345 反正这样完成 那第一个的话呢 根据它的题目要求 其实后面就要 你还是要学习怎么看它的题目 第一个的话 第一行放置大家来购物网 0401的图 所以你就把这个图 拖拉到中间 拖拉到这个tab的地方 并且根据它的要求 其实这个地方先把它往下 它接下来图放到里面之后的话 图片请置中 所以你就按置中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呢 超连接 超连接到0401.txt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插入超连接 找到这个0401.txt 我们是放在home page里面 所以把home page打开来 就会看到一个0401的这个文字档 接下来它有规定 这个地方后面这一句话 比较重要就是新网页以覆盖tab框架的方式写 所以特别注意哦 将来呢 这个框架一定要选目标框架 而且要选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不对 不是 开心时钟另外跳出一个 这里特别注意哦 它说要放在top 那因为我们现在本身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在top 所以也要在top的话要选哪一个呢 相同框架 相同框架 相同框架就会在top 因为我们在top设计 如果相同框架也会在top里面就对了 在top里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 或者甚至还有一个方法啦 就是说呢 那个bar 因为这边有 有没有底线 self 就自己本身 你可以把它改成top 这样它也会 也会接受 top 不过 我是觉得比较正确应该是这样的 相同框架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它点下去 才会在这个地方显示 如果你没选的话 它就会跑到下面来了 就会错 或者你刚刚开心 我就跳另外一个视窗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比较容易出问题 就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话呢 在图片下方 图片下方的地方按enter 就是图片enter下来 然后呢 输入这个大家来购物网回首页 那输入文字 我之前有讲过啦 像标题 就大家来购物网 如果你要省时间的话 你可以在index上面按右键内容 大家来购物网把它复制起来 就少打很多字 贴上去 然后呢 后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dash 有一杠有没有 就是cntl-lt加豆点 你的这个标点符号表就会出来了 点一下z的地方 接下来就输入回首页 回首页 这样的话就完整 再来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把它选取起来 超连结到首页 超连结到首页 就这样的话就会被关掉 好